請各位除了函數之外 另外在幫我產生一個聚集 聚集錄製部分的話 你就是按下這個聚集 自動就把這三個自動填滿 按下清除的話 就把這三個一樣把它清掉 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低黏的部分 有沒有 跟區 還有跟路接道 OK 這個的話請各位自行練習 那個做法跟前面的這個一樣 所以這部分我就不demo了 請各位自行再完成 那另外的話 你再把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叫VBA 那這個VBA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需要有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的話就是把舊資料先清空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會需要有三個按鈕 就待會做的 第一個的話就按下這個清除 清除的話把DFG這三檔資料清空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把公式再丟回來 所以其實我們等於是多了三個欄位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丟公式 把這個公式丟過來 有沒有 那這個其實就等於是跑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裡面就做輸出三個欄位的資料 就完成了 OK 這三個 那最後的話呢 可是呢 輸出的話是輸出公式 這個公式等於是把公式再丟回來 但是如果說啦 我希望不要丟公式 因為丟公式前面講過的缺點 什麼樣的缺點 第一個你會發現 每個公式都這麼冗長 但實際上如果你是丟結果的話 它只有三個字或四個字 相較之下 其實檔案會比較小一些些 但問題你要怎麼樣 把前面看到的這個邏輯 有沒有 這一串公式 把它變成VBA 也就是說呢 寫成VBA之後 把做完的結果直接丟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清除掉 然後呢 我另外第三個按鈕就是一樣輸出 可是輸出的方式跟輸出公式不同 而是輸出結果 OK 那輸出結果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最後的結果呢 好錯位置 這可能等一下改一下 也就是說輸出的話 最後看到的結果呢 就是哪一條街 OK 哪個區 哪一年 OK 只是說這個位置錯了 我把它稍微再修正回來 那應該是 那個輸出的指向的 所以如果要修改的話 其實可以從這邊 把它進到VBA裡面 找到這一個 應該是輸出哪裡 應該是D藍 再來FG 所以我們看一下 F應該是DF 這個應該是G藍才對 然後這邊應該是F藍 藍指向錯誤 重新再輸出 這樣應該就OK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如果我要產生第一個 清除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所以第一步 我們先再一樣 插入Visual Basics 所以開啟開發人員 然後Visual Basics打開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就是直接插入一個 空白的模組 那名稱的話 也許我先產生什麼 路區跟路街道 甚至前面加個年 年跟區跟路街道 這幾個公式輸出 那我先把這個先移除掉 我重來一遍好了OK 按右鍵 所以第一個 如果假設你要撰寫程式 我前面講過 第一步就是開啟Visual Basics 所以這個環境 可能自己開一下 這個前面講過 然後Visual Basics 這個地方的話 直接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路視劇期應該是放在Module 1 那我就把它放Module 2裡面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給它一個Sub 所以Sub的名稱的話 打個Sub 後面給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樣 多一個年好了 年區跟路街道 這個名稱的話 我有更好的名稱 你可以自己取好了 OK 我這想到 我要輸出什麼 年跟區跟路街道的公式 所以我習慣在這邊 加個底線公式 按個Enter 好 那這樣來 再來的話呢 就是輸出啦 這個規則跟前面 滿類似的 那如果我要輸出的範圍 就是for 先跟他講說 我要輸出是 從forI等於第幾列呢 第二列 空一格 到第幾列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Ctrl向下 我這邊是3233 你看一下Ctrl向下 是到多少 好像你們的可能 因為我這資料 是前一期的資料 可能也許列數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就取你們自己的那個列數 我是3233 OK 那我這邊就打3233 Enter兩下打個NAS 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那是不是 如果每一次 假設我又更新資料的話 那如果每一次都是 就是會增加這個數量 那假如說我這個回圈數量 每次都不一樣的話 就是說他有變更 那如果說我都還是3233 那底下的資料不是跑不到了嗎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自動去知道 最下面那個列是哪一列的話 那要怎麼寫 這個也蠻重要 因為如果你寫一個程式 他不能自動追蹤的話 那將來你勢必要不斷在改程式 所以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向下追蹤 那如何向下追蹤 他的類似概念很像 游標先放在A1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 就是 檢測向下嘛 那可是問題你 檢測向下在VBA如何撰寫 第一個的話呢 游標放在A1 那改一下好了 改成這樣A1 OK 也就是說有點類似 游標放在A1 然後 檢測向下的話就再加一個點 檢測向下的話呢 在VBA的撰寫是點END啦 END的話實際上可以理解 END就是這個範圍的什麼呢 這個範圍的這個哪個方向的邊界 那錢瓜糊一下 你會發現呢 他會給你四個選項 一個是什麼 向下 向左 向右 向上 意思說有點像 我剛剛是檢測向下 其實檢測向下 有點像點END AXL DOWN 所以選這個 好 那這樣的話意思說 請你幫我從A1 檢測向下 可是檢測向下之後呢 其實我要取得什麼資料 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叫做RAW 列哪一列啊 所以如果說呢 我要取得這個列的值的話 你可以再打一個點 點RAW就可以了 RAW的話呢就是 它目前所在的資料的 這個所謂的屬性 也就是我可以把這個3233的這個資料 幫我把它帶到這邊來 那顧名思義啦 以後呢 如果這個資料 假如變動的話 沒關係 檢測向下 反正檢測向下到哪裡 他就把那個列的資料搬過來 那這樣的話呢 顯然 這個方法就比較活 不過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叫 游標放在A1 點END 向下的話 這個就是檢測向下 然後取得它這個 這個列裡面的值 就點RAW就可以了 那這個相對會比較冗長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如果記不起來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雲端 OK 好 那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什麼 把公式輸出到DF區裡面 那當然一般習慣是 打到什麼 打Sales 因為如果前面有寫過 我們就是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還滿公式的 OK 等於你可以先打兩個雙以後 然後FG的話 你其實拿這個來複製貼 把這邊改成F 這邊改成G 那實際上這個就清除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SARB 先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把名稱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 因為其實雙以後裡面 沒有東西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把資料清除 OK 那這樣的話就清除了 不過我是建議你現在不要先 執行清除 因為清除的話裡面公式 就不見了 那我們就沒辦法複製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樣 如果要把公式輸出的話 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貼到這個雙以後裡面 所以直接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比如說低欄這個 裡面空的嘛 其實就拿這個來 丟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怎麼放 在我們好像前面的課程 就有講到 就是目前這個是已經丟結果 我這邊 我們借用這邊的好了 公式裡面 那記得啦 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這個可能就不能刪掉 因為刪掉的話裡面就空的 那也就把那個公式 再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VBA裡面 OK 就是1、2、3 前面講過 主要會需要注意兩點 第一點的話就是說 那個公式 第一個 貼過來之後 你要確定裡面有沒有雙以後 所以原來這個 我把這個 把它恢復一下 我們剛剛是用哪一個 用那個left 所以記得你在執行的時候 先不要執行它 那把這個公式 把它打勾一下 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 取消之後的話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D的後面這邊 那先確定一下裡面有沒有雙以後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不用管它 第二個的話 就是裡面有沒有列號 那目前可以看到C2 等一下會不會變成C3 所以這個2的話 記得要把它改成I 那改I的方式 前面有解釋過了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 比較直覺的做法就是 那個套那個公式 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把I串在這個中間 那記得呢 把and的符號 前後都加上空白 意思是說 我本來是第二嘛 然後再來下一個就第三 以此可以推第四 那同樣的方式 F欄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F的公式 這個好像也是 這個我重新再做 剛剛執行的時候 執行到最後的結果 我把這個把它變回 其實這個蠻簡單的 這個公式的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向下填滿 也就是說一樣的動作 要把它寫到VBA裡面去 所以一樣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呢貼到哪裡呢 貼到F欄的這個地方 那一樣 H2有沒有 將來要變成H3 H4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這個2 改成這個I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上面的雙銀號 到雙銀號 複製 貼到這個2最快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貼錯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第二個 公式輸出完畢了 那最難的應該是這個 這個公式好像也不見了 不過我好像記得 前面這個聚集這邊好像有 這邊也還留下來 OK 那如果說呢 我們要把這個公式 把它貼到哪裡呢 複製之後 貼到這個後面的話 那一樣要記得 裡面有沒有雙銀號 如果有雙銀號 記得把它變成兩個 這第一個規則 第二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2 頗多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 九 十個 那這個 那怎麼知道哪些會變動 你下一個你就知道了 有沒有 下一個的話呢 它如果變成三 那那個地方呢 就是需要把它改成I的地方 所以啊 如果你假設比較擔心 說會做錯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就是先複製一下 那我的習慣啊 是找那個 就是記事本 直接貼上先取代 取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而且比較不容易出錯 那記事本的話 在附屬應用程式裡面 你只要要記事本 打開之後的話把它貼上 那第一件事情的話 你把它自動換行 讓它自動換行 第一個的話 就是編輯裡面 有個取代 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OK 第一個 全部取代 好 這樣取消掉就OK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是一個雙引號的 要把它變成兩個雙引號 第一個完成 那第二個的話呢 哪些地方可能要改呢 你會發現 只要是這個H2 這邊好像都H2 每個都H2 所以H2把它改成2的部分 改成I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怎麼改 你可以先改一個 2的話 然後先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至於這個 這個原理原則 前面有解釋過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有一些細節部分 不太清楚的話 請你自行再看前面的影片 然後把M的符號 前後加空白 那其實做一個之後 那其他都一樣 H2 H2有沒有 那我自己習慣 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乾脆怎麼樣 把這個H2 取代成這一串就好了 H然後到什麼 到剛剛串 就是加上的那個I的部分 那所以這邊其實取代 但是要特別小心 那怎麼取代 1選取H2 我習慣按Ctrl H 2的話呢把這一串 H到前雙引號 後雙引號留下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這邊來 好這樣的話 那把這一段 一個空白 還有空白 還有空白 都不行 如果你只要做錯 那後面一定全錯 然後按全部取代就可以了 好這樣的話呢 本來需要做十次的 現在只要做一次 再取代就可以了 那程式就寫完了 不過可能要檢查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OK了 好那把這一段 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那個VBA 後面這裡 也就是要把這個公式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區欄 OK 所以我這邊把它貼上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記得中間這裡 等一下貼上 它其實蠻長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沒事的話 應該不會跳紅色 如果紅色是 那跟各位講 抱歉你可能要重來一遍 好 這樣的話理論上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先做一個年的那個公式 那我們把它 切到VBA這個工作表 我再輸出一遍 清除看看 OK 清楚了 這樣就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把公式再做輸出 1 2 3 OK 那我這邊設個中段點 這樣跑起來 可以讓它有那個 先停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OK的 然後按F8 輸出第一個OK 那再來輸出第二個 就是F欄也OK 輸出第三個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如果這個OK的話 那表示後面應該說OK的話 我就把這個中段點拿掉 然後直接輸出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階段 先把這個加個清除 然後再輸出公式 公式裡面最容易做錯的 就是錄街道 請各位試一下 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請特別注意 所以如果要撰寫VBA的話 開發人員Videobasic 第二個的話呢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這個Sub寫在這裡 這邊叫什麼 連區路接到底線公式 然後一個清除 那實際上這個清除是 把上面先做到一半貼過來 然後後面再加上公式 就完成了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試試看